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统计 2023年全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超过2506万人次 以接近2019年水平的80% 因日元贬值原因外国游客在日本的消费额也创历史新高 约为52,923亿日元 随着旅游业快速的复苏 日本房地产投资和购买的需求也不断扩大 这是因为日本作为跨境房地产交易市场越来越受欢迎 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服务公司是帮魏里士的数据显示 日本过去五年的交易总数排名世界第一 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包括欧美、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富裕阶层 都将日本视为投资房产的选择之一 最近几年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富人 在日本购买房地产的案例也颇为引人注目 同时数据还显示 日本投资者在购买房产之前先查看房产是很常见的 海外投资者却经常在没有